晚餐 晚餐準備好囉 琴琴可以洗手吃飯了 哇 今天菜色真豐富 也好多我愛的蔬菜呢 桌上的蔬菜 都是阿元叔叔自己在家裡屋頂種的喔 天然無農藥 可以放心吃 什麼 屋頂可以種菜 沒錯 阿元叔叔把田園搬上屋頂 打造綠屋頂菜園 除了自給自足 潔流雨水 隔熱降溫吃得安心外 也有放鬆心靈 勞動健身的效果 明天啊就帶你一起去參觀吧 哇 這也太壯觀了吧 我沒有想過在城市中的自家頂樓 可以看到綠意岸然的景下 更沒想到屋頂可以種菜 這片天空農園 令人心曠神怡呢 其實想要在屋頂種菜 並不困難 事先做好規劃 材料準備好 秦秦 你也可以跟媽媽一起種菜喔 哪些菜可以快速採收吃到呢 依照蔬菜生長期限的長短 區分為短期、中期、長期蔬菜 若想要快速採收 若想要快速採收的話 可以選擇種葉菜類的蔬菜 像是小白菜、青江菜、蟹菜、空心菜、蜗具等 它們大概生長兩到三周就可以採收囉 那其他生長時間長的蔬菜呢? 中期蔬菜 像是高麗菜、大白菜 生長需要一到兩個月 絲瓜、苦瓜、茄子 需要兩到三個月 長期蔬菜 則為芋頭、地瓜、薑 需要種超過半年 才能採收享用 哇!沒想到我愛吃的芋頭 竟然要種這麼久 那我還是先從長得快的蔬菜 開始種好了 此外 選擇栽種蔬菜的種類時 要先考量環境 像是環境光線強弱、水源位置 種植容器兼具、行走動線 以及要種植的植物高度等 以屋頂來說 因為缺乏遮蔽 不論風吹、日曬、雨淋 甚至是颱風天等天氣因素 都會直接影響植物的生長 因此 會建議以耐日曬、抗暴雨、生長式強、栽種容易 這四大原則來挑選菜種 生長式強 是指植物不容易遭受病蟲危害 達到低維護管理 栽種容易 是指生命力強、容易生長 播種發芽、或是牽插繁殖都很簡單 要種的蔬菜種類 是不是需要依照季節來播種呢? 沒錯 因為植物的生長受到環境溫度和日照有關 像是空心菜、蟹菜、蜗具、黃公菜、龍鬚菜、黃秋葵、洛神花、羊落葵、辣椒、羅勒、金針花、豆類、或是瓜類等暖劑作物 都是適合在夏天種植 而像是高麗菜、蔥、蒜、番茄、銅蒿、白紅蘿蔔、豆類、馬鈴薯、菠菜、芹菜、蜗具、玉米、卤筍、茴香等良劑作物 就是適合在冬天種植 其他像是韭菜、紅鳳菜、小白菜等四季作物 則是全年都適合栽種的 除了決定要種哪一種蔬菜之外 開始種菜前要做哪些準備呢? 容器可以盛裝土壤 並能排水的容器都可以 不過要有充足的排水孔 且寬大比深窄好用 另外 一般葉菜類土生20公分即可 根筋菜類30到40公分深 而選擇土壤時 要注意無雜質、透氣且兼具保水、排水力及保肥力 保肥力也就是保存肥料在土壤中 不被雨水沖刷掉的能力 同時容易取得 便宜方便也是基本原則 另外 針對栽種不同蔬菜 也有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像是果菜類等生長期長的作物 使用攘土為主以求保水、保肥力 而浅根的葉菜類使用培養土就可以囉 聽完阿元叔叔的介紹 我想我也可以在我們家公寓屋頂種菜 打造屬於我們的頂級菜園耶 若屋頂沒有合適的空間可以種菜 其實自家陽台與窗台也是種菜的好空間 在空間有限的情況下 也可以善用層架悬掛式資材輔助 沒錯 我們可以準備好盆栽、培養土、種子、小鏟子 並根據陽台的日照條件來種植適合的蔬菜 但是家裡陽台沒有陽光直射 這樣也可以種菜嗎? 雖然大部分的蔬菜都是在全日照條件下生長最好 但是也有些蔬菜 像是蔥、蘿蔔、生菜、韭菜等 在無陽光但彩光明亮下也可以生長 唉,聽了這麼多 還是覺得萬事起頭難 不用擔心 種菜新手可以先從生長期短 病蟲害問題少 當季蔬菜開始 像夏天適合種空心菜、絲瓜 當季蔬菜成功率較高且不費力 又能吃到最新鮮的食蔬 但在家裡陽台或窗台種菜 會不會很容易招引蚊蟲進入家中呢? 除了要使用苦煉油等天然藥劑防止害蟲外 也可以搭配一些氣味較重的植物 像是九層塔、香菜、蔥等辛香料 藉由植物自身的味道驅趕吃菜的害蟲喔 我明白了 原來要動手種菜沒有想像中的複雜 人人都可以當農夫呢 自己種菜的好處很多 除了能達成自己自俗的健康生活外 也可以綠化環境 讓空間多一點綠意 在頂樓種菜也可以讓室內降溫 減少都市熱導效應 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就讓我們動手種菜去吧 MING PAO CANADA 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